4月23号,对于是否参加中国国民党党内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初选,高雄市长韩国瑜发表声明表示,没有办法参加现行制度初选。韩国瑜23号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,他首先对大家的关注表示感谢,并称台湾好,高雄才会好。 我想,身为高雄市市长,在这样子一个节骨眼上,我应该要做一个正式的声明以及表达,这是比较负责任。在担任高雄市长的这段日子里,我深刻的体配到只有台湾好,高雄才会更好。只有台湾能够改变,我才能够真正改变高雄。 不过,韩国瑜表明,自己无法参加中国国民党目前制度的党内初选。韩国瑜同时指出,长久以来,岛内政治权贵热衷于密室协商,离人民越来越遥远,台湾的政治改革刻不容缓。他呼吁,岛内政治人物体察民意,勿望世上苦人多。 韩国瑜也表示,愿意负起责任,不计个人得失荣辱,只愿能够改变台湾。 宣读完声明后,韩国瑜没有接受现场媒体采访即离开。